也是最新的消息要来关心 针对了台北市的某一家私立幼儿园 有教保员对多名的幼童性侵害性骚扰的案件 监察院将会对台北市政府来进行调查 更多对心 联想新记者叶婷照我们一起来掌握 叶婷 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是爆发了性侵的案件 而昨天监察院是发布了新闻稿 是指出台北市政府 既然已经完成了相关的行政调查 但是在新闻稿却没有来揭露负责人的名字 还有幼儿园的名字 这部分是自相矛盾 而且监察院将会立案的调查 而今天上午台北市上讲完案 也有最新的回应 带给你听 我想最主要 二少全法第六九条有相关的规定 但是我们也都会配合监察院的调查 当然我们也很希望监察院NCC 卫福部等能够共同讨论 有一个更明确的标准 让地方准备在第一线执行 能够有更明确的规范来遵循 好 我们听到 其实包含台北市的教育局 他们也回应 虽然说在新闻稿上面 是并没有揭露相关的幼儿园 或是负责人的名字 但是在网路上的专区都有公告 不过今天台北市长讲完也说 是希望卫福部还有NCC 还有以及相关单位 能够把这个法规定定的更明确 让地方政府能够明确的 来做出相关的规定 以上这一期消息主播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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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